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毛于世 4月底发表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后 大陆左派人士在网上表示 要求公诉毛于世先生 大陆律师认为 这种做法不符合当前国内法律 民众希望借此公开历史真相 法庭审理最好能用电视全程直播 今年4月27号 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毛于世 对中共党史学者新子玲的红太阳的陨落 千秋公罪毛泽东一书 发表了独厚感文章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文章指出 毛泽东对几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以及传统文化被破坏负有责任 文章发表后 被大量网友转载 5月23号 大陆左派网站乌有之乡 登出针对毛于世和新子玲的所谓公诉书 发起者包括毛泽东的亲属 他们指称毛于世诋毁中共和毛本人 意在颠覆国家和煽动动乱 刘晓元律师判断 这些人很明显是大造舆论 引发社会关注 但方式上让人很容易想起文革中的造反派 中共党史学者林宝华指出 毛泽东死后三十多年 中国民众中还有左派愤青 是因为当局一直阻止全民认识历史真相 中国这个就是说要非毛化 还是要坚持毛泽东那些东西 在党内没有解决 在社会上也没有解决 你全部否定 那他根本一个大坏蛋 你后面共产党这些人也是坏蛋了 所以他们又在根本问题上 他们要保证毛泽东 中共前党魁 毛泽东从1935年遵议会议起 到1976年去世 一直是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在此期间 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人数为7000多万 1949年到1976年间 中共连续发动多次政治运动 仅文革中 中国就有一半的家庭受到了伤害 毛与世先生批评毛泽东 我觉得是好事 乌有之乡 告到法院去 也是好事情 法院如果不受理还是好事情 如果受理也是好 公开审判 便方控方大家把意见拿出来 不都是好事情吗 好结论 就在毛左派登出要公诉毛于世之际 新浪网微博上出现了一张毛泽东忏悔像 一座古铜色的毛泽东雕像 双膝下跪 右手俯胸 表情忏悔的样子 林宝华认为 既然毛左派要公诉 最好是电视直播法庭审理的全过程 让中国老百姓都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情况 我想毛泽东的罪名要列出来 我想这个几本书都写不完 当然敢不敢这个电视播放出来 让大家都敢 传党不敢 这个全部一播出来 共产党就完蛋了 新男人记者梁欣 赵新芝 吴慧珍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饭